据最新的统计 电影《桌妖记》上映不到半月就吸金15亿 创下了票房的新纲 当然了 片中的白百合 景博然 汤伟等一众大咖演员的卖力演出自然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 要说电影中的绝对主角一定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那一位小妖王胡八 不仅是聪明伶俐还赚人眼泪 想知道胡八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别急 导演许诚意就来告诉你 白妈妈说的没错 《桌妖记》中的动画人物胡八绝对是整部影片最亮眼的角色 竟如厨子 动如脱兔 不过别看小妖王如此线条简单 从建模到模型定型 导演和整个制作团队差不多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小妖 然后后来慢慢剧本 一直剪 一直剪的时候就给他添了胡八这个名字 在制作过程中 这位华裔导演融入了《山海经》中对于妖的描述 并且考虑到胡八是个纯净的婴儿 导演还特地把胡八设计得肉肉的 让人一看就很想搂在怀里 因为我们故事里面男的腰都是四只手两条腿 女的腰就是两只手四条腿 然后胡八他是一个小男孩 所以他就有四只手 然后把这个形状然后画出来就头大大的 然后到某一天去买菜的时候就 这个萝卜为什么这么像胡八 然后是反过来 然后之后所以就想到在电影里面可以提到 萝卜跟胡八是有关 感觉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也拍了 就他们切萝卜的时候想到胡八 当然了新一代萌神的诞生 像所有成功的动画人物所要经历的一样 设计者们在背后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虽说在美国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 以动画师出道 并参与制作《怪物史莱克》等多部著名动画片 萌神真正的创作之父 许成毅在设定胡八造型的时候 也是花了不少心血的 光纸就用了一千多张 而之后的整个制作过程工作量也是庞大的 就一个表情 可能是这样一个表情 然后我首先要有key key就是关键针 然后一个两个 这两个关键针 但当中不代表就两个关键针就行了 因为两个关键针出来会很硬 作人作妖一样的烦恼 无情喝水成土包 回来生活像个跑龙 逃雪傻样也做不了 当然了 除了胡八的鬼灵精怪 要感谢这位导演 首次指导真言电影的许成毅 在真人演绎部分也是十分走心 要知道这位动画大师 在其他方面也还是现学现卖的呢 所以开头比如说 副导演问我 导演这场文戏你觉得要拍多长时间 我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就随便说三天吧 然后他们就杀了 导演这场戏也要拍三天 整个电影怎么拍 我就一步一步学 慢慢现在你问我 我就知道应该 这一场戏半天就应该够了 新娱乐在线 独家采访不到